快来啦 快去乔满 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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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大姐 快一起来 来到乔满 乔满 乔满 在这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快乐 一起游戏 乔满 乔满 就像快乐天使 多少美好 狂乱时光 尽的七乔满 在七乔满 太满了 七乔满 在这里与绘本为伴 尽情游戏体验 分享阅读的快乐 在这里唱古老童谣 体味同心同趣 遇见温暖和美好 在这里和自然对话 穿梭时空旅行 发现世界的奇妙 品味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之美 领悟中国智慧 用优秀绘本 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原创 陪伴美好童年 中国最美故事会 七乔满 特别奉献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乔满特别节目 中国最美故事会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小鹿姐姐 传统节日 是我们传统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呢 它们也是 非遗项目的一部分 在春节的时候 要吃饺子 清明吃青团 端午吃粽子 8月15吃月饼 似乎我们的传统节日呢 总是和我们的味觉记忆 紧密相连 如何让孩子们了解 生活当中的 非遗项目 并且很好地传承下去呢 我们儿童绘本的创作者 将非遗项目 变成了一本本好看 生动有趣的绘本 今天 让我们一起分享 了解一下 这些承载着璀璨文化的 中国非遗绘本吧 在我们的书架上 和中国非遗项目相关的绘本呢 真不少 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版画风格的大鱼 这边还有夏天的故事 这是反映了我们国粹戏剧 为大家讲解京剧后台故事的有戏 这是端午粽米香 这是水与末的故事 我们中国传统的书法离不开水末 我们的国画也离不开水末 那么当水娃娃遇到了末娃娃 它们结合在一起 就会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画面 和不一样的艺术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这本书 这个绘本是端午粽米香 非常具有年画风格的一个绘本 说到端午节呀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里 你是不是也看了赛龙舟 吃了香喷喷的粽子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位小朋友带来的这个绘本的演绎 大家好 我叫颜一彤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绘本故事是 端午粽米香 我喜欢吃粽子 我问妈妈 什么时候能包粽子 妈妈说 等湖边马链草长高的时候 咱们就包粽子 我跑到湖边 找马链草 一条大鱼从湖里游过来 它摆着尾巴 张着嘴巴 看着我 好想再问 什么时候能吃粽子啊 等马链草长高的时候 妈妈就包粽子了 我告诉它 鸡肠雨下过 夏天说来就来了 我帮妈妈搁回了一大捆 软盐草 妈妈 咱们包粽子吧 好 多包些粽子 给爸爸吃 今年的龙肉赛 咱们要把冠军奖杯 再夺回来 太棒了 妈妈叫我包粽子吧 来妞妞 妈妈教你 先将粽叶折成斗状 再将糯米放进去 还可以放枣 放红豆 放香肠 将粽叶包好 系上马莲草绳 哎呀 叶子都破了 包粽子真难啊 妈妈笑着说 我学包粽子的时候 和你一个样 多包几次 就会了 牛牛 多加油啊 我又那次冬夜 随着妈妈的样子 开始包 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包出了 漂亮的粽子 这个粽子里 还藏了一点小秘密 明天我要把它送给 冠军龙中队的指挥 端午节到了 这天女人们来到湖边 往水里投粽子 男人们忙着赛龙中 妈妈告诉我 投粽子 赛龙中 都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著名的诗人 屈原 因为他遭受奸臣的陷害 而投江自信 当地老百姓 不怕江里的鱼 去掉他 就用粽子喂鱼 还有鱼船驱赶江鱼 看啊 我爸爸的龙舟冲在最前面 我大声喊了起来 今年的龙舟赛 爸爸喝到了香掌 敬给他的熊黄酒 我跑到前去 把自己包的粽子递给爸爸 爸爸吃 爸爸包开粽子 看到里面有他最喜欢吃的腊肠 开心的笑了 除了像端午节中秋节 这样的传统节日 二十四个节气也属于非遗 大家看到了小鹿姐姐手中的这个绘本 名字叫做粉红色的小闪电 这个绘本呢 讲述的就是二十四个节气当中的经浙 二十四个节气呢 是从古至今 我们劳动人民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直指导着我们的农事活动 那这个绘本讲述的是哪个节气呢 是经浙 大家看到了他的美术风格呢 也是这个木刻版画的风格 说到木刻版画呀 也是非遗的一个项目 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刘安然小朋友 为我们带来的粉红色的小闪电 大家好我叫刘安然 我今天五岁了 我给大家讲一本著是叫做粉红色的小闪电 天中中有一朵鱼 平时很少见 那就是粉红色的张霞鱼 他们有两朵朝鲼 像 疲 invincible 叼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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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叼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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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叼叽叼叵叼叼叼叼叠叼零� correspondence 它整个天空都照亮 可是粉红色的小闪电是有弱小的光明 一不小心它从天空中掉了下去 小闪电落在了一桌老桃树的树枝上 它看见一只小青蛙一动也不动 老桃树抖了抖树枝 小闪电正好落在了小青蛙的头上 噼里啪啦小青蛙醒了 火车上都结冰了 谢谢你让我暖和起来 小闪电有了第一个朋友 小青蛙领它来到河边 小青鱼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 冬天的河水太冷了 你能叫醒它吗 小青蛙说 小青蛙声响我太弱小了 没办法叫醒它吗 我就在吃饿时 冬天的河拉 小青蛙领碰到河水 突然有劲儿了 小青蛙领打了惊愿 全都醒了过来 冬天的河拉 小闪电又撞破河底 掉入滴洞 滴洞里就是一群小虫子 小青蛙领大喊 冬天都过去了 你们还不会醒醒 匹里啪啦 所有的手脑部都被叫醒了 匹里啪啦 随着脸冲出地铭 这下是一群生身体了 匹里啪啦 是小闪电 转向力量的时候了 匹里啪啦 可以来一把云朵 可以来一把春雨 可以行行吧 打地 春天终于要来了 但粉红色的小闪电呢 原来它只在冬雪春来的时候出现 下一次你能找到它吗 安然小朋友表演的 粉红色的小闪电太棒了 今天安然的爸爸妈妈和安然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欢迎一家人 欢迎 安然这个粉红色的小闪电 讲的是哪个节气呀 金哲 金哲没错 一般说到金哲 我们会说春蕾响万物掌 安然你会不会这个二十四节气歌 那给大家背一下好不好 来 春雨青春 青土天 夏满芒夏 树香莲 秋处露秋 寒霜降 冬雪雪冬 小大寒 太棒了 人家还有手势语呢 是不是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呢 是这个飞夷项目传统文化 我看到你们家带来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宝贝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妈妈 我先介绍一下我面前的这个 这个是苏州灯彩 俗称苏灯 对一般就是元宵灯会的时候民间活动 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些人物花草 然后山水的一些图样 就是代表了一些美好的寓意 这个是我们参加一个苏州飞衣文化展 是一个手艺人做的 特别好看 这是我们总裁文创 今年是农历的这个人饮虎年 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和和虎 对和和虎 你给介绍一下不老虎吧 为了让小朋友们 像小老虎一样 像小老虎一样 勇敢有力量威武 这个是小朋友自己做的老虎帽 小虎吧 真好看 好威风的小老虎呀 来小老虎什么样 真好看 这是谁跟你一起做的呀 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呀 这些线都得穿起来 对不对 这边还有我们平时 管它叫这个北京风筝 沙印 对不对 也是风筝里边 比较经典的一个造型 我们平时玩的时候也是可以看 然后上面有很多好看的画 嗯 其实像那个灯一样 也都是一些比较吉祥啊 这些的寓意 嗯 本身它是一个半成品 上面留了很多空白的地方 也是让那个安安自己拿彩笔 他可以自己去给它上色 去给它涂 嗯 这可以说都是我们身边的飞仪 对吧 对 这是什么呢 这也是上次我们去参加 就同样的一个 对 苏州的那个飞仪活动的一个 剪纸 剪纸 对 然后它不同的是 因为之前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一些剪纸 都是剪我们的侧脸 一个剪影 但是这个艺人就是直接看着我们用纸 就剪成一个正面的形象 对 还特别的像 对 唯妙唯孝的 剪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是什么 当那个纸突然间一打开的时候 那个整个一张平面的展现在眼前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 嗯 嗯 我们看到这里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小鸟 这是什么呀 泥叫叫 泥叫叫 妈妈这泥叫叫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接触过 但是没有这么好看 它其实呢就是是泥素的小玩具 但是呢它叫泥叫叫它是能出声的 大家看 哎 吹一下 会是什么样的呢 嗯 哈哈哈 对所以呢 它是泥做的又能出声就叫泥叫叫 哎 说到这个泥叫叫呢 有一个绘本就叫泥叫叫 那这样既然带来了没有上色的泥叫叫 我们呢就一边给它上色 一边画 一边呢欣赏一下这位小朋友带来的绘本表演 泥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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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王祖民老师 毛毛床藏书品参见者 大林612月王一田小朋友 你爷爷手很小 对你把揉呀搓呀捏呀 就变成了一叫叫 你爷爷就他那一叫叫多日子 他在嘴巴上水就一吹 你叫叫就发出了嘀嘀的声音 你爷爷你爷的你叫叫 声音又响亮又清脆 每次你爷爷过你做你叫叫 都要等着太阳东东出来 太阳东东是你爷爷的好朋友和好帮手 太阳东东笑咪咪的 看着你爷爷大活 当你叫叫灯透了 你爷爷就得他们装上了多种多样的颜色 一天天通飘来了大片大片的乌云 天天天一片黑暗 雨下起来了 熙熙烈烈熙烈烈烈 到处都是湿漉漆的 爷爷只要在屋子里等啊等啊 化好的爷爷爷没法 拿着去卖 这一头怎么办呀 一着急你眼睛就病倒了 你叫他们好担心 小妮好说 太阳都弄不见了 你也发愁病倒了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有办法 我这是有金色羽毛的小妮妙说 大家说说我们的本领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咱们的本领就是叫叫呀 咱们一起把太阳灯灯叫出来 好呀好呀 大家纷纷赞同 太阳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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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教室会聚在一起 越传越远 越传越到 太阳灯灯给我也向两边猛的 一推 天晴了 大家小心就叫起了 你叫叫的声音 又轻轻又小了 好 我这个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完了倪教教的表演 我们手中的倪教教也已经大功告成 安然咱俩比一下吧 看看咱俩的倪教教谁吹的响 好不好 一样响 对不对 好看吗 好 那既然安然这么喜欢传统文化 我们就要为你送上我们的闪亮小新鲜的奖杯 感谢你带来的精彩表演 还有呢 这么多这个飞宜的展示 好 我们还要送给安然两个绘本 都是传统文化题材的绘本 一个是本草 一个是北京城 等安然再去植物园 或者是春游秋游的时候 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身边哪些植物是有要用价值的 好不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赵婉婷小朋友 带来的绘本本草的演绎 大家好 我是三年级十九班的赵婉婷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绘本故事是本草 我们一家都是植物迷 爸爸是医生 她在我们家的小院子里 种下了几十种花草 不管家里谁生了小病 我们的小院子里 总能找到治病的草药 桃花要开了 爸爸为妈妈采下了桃花包 妈妈告诉我 喝桃花茶可以苗巧又美丽 艾草正仙的时候 我们采下艾草 用煮过艾草的水泡到 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杏菜花开始 我感冒了 妈妈给我煮了杏菜绿豆粥 喝完它 我的感冒很快好了 夏天的花田里 一摩草花含苞玉饭 妈妈喜欢摘几朵 留着泡水喝 入秋了 车钳子结了籽 弟弟扶鼠天闹肚子 车钳子派上了用场 十月木瓜熟了 咦 这个木瓜怎么和市场上卖的木瓜不一样呢 爸爸说 它种的木瓜是能治病的木瓜 秋游时 小毛秋一样的苍儿粘在我的毛衣和裤子上 苍儿希望我们能帮它传播种子 它也可以用来治疗鼻炎呢 兔丝子多像是植物的沙障啊 谁能想到 兔丝子小小的种子 竟然是强壮身体的良药呢 冬天 妈妈每天用枸杞包装 我和弟弟也开始学做药膳了 下雪了 我们喝着葛粉羹 听爸爸讲湿间里的草药 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我想 所有的草都在雪下睡着了吧 爸爸说 大雪照封年 所有的粮食蔬菜草药 都盖上雪被子睡得正香呢 明年 咱们院子里的植物一定长得更好 是啊 我现在就已经盼望着满园花开了 都爱会本本草 我深深地认识到 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 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与传承 谢谢大家 大鱼 天蓝蓝蓝蓝 海蓝蓝 大鱼驮我过海湾 云腾腾 浪腾腾 大鱼远去海无声 宝宝读得真好 那妈妈想问一下 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还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呢 我想应该是个悲伤的故事吧 是啊 大鱼似乎离开我们 再也不愿意回来了呢 难道大海不在安全了吗 是的 事实上不单单是大鱼 很多动物 现在都不在安全了 狮子被捕猎者捕猎 是的 看起来很丑 但它只是为了自己的宝宝 是的呢 它只是一个动物 并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保护自己 同时呢 蹄虎呢 也在面临水污染 它的羽毛都弄脏了 是的 羽毛弄脏了以后 它还有办法飞起来呢 飞不起来 嗯 星星呢 现在它们居住的地方 越来越小 而在大海里面 海龟正在被海洋垃圾包围着 有些乌龟的柱子里啊 全是玻璃杂杂和塑料袋 是的 在陆地上 驯鹿也在逐渐失去领地 居然连 分离里的大老虎 它们呢 也在匮乏食物 我们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动物回来呢 当然 只要我们爱护环境 就可以让它们回来了吗 当然 你看 大鱼 回来了 我 我 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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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孩子亲子阅读 我觉得首先家长自己也要好好地读一读 我觉得家长应该先做做功课 现在这个绘本跟当代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同步的 所以在绘本里面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 各种媒材各种表现手法 实际上一本本绘本从画面上你也等于你跟孩子一起逛了美术馆了 一个一个的美术馆 而且就坐在一块一会就逛完了 而且跟孩子在读的时候你还可以跟孩子有互动 这种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无论是亲子阅读那还是班级阅读 其实它都呈现了一个沟通的作用 你会发现就是孩子越大 就是你跟他好像有的时候越没话 那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沟通的不够 我们没有在一个点上有话题 但是阅读呢会帮助你 永远实现这种亲子的不间断的这样的一种情意在 所以你阅读为媒的家庭 你会发现无论就是孩子长到多大 你都可以跟他去聊一件事情 聊我们对一本书的感受 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聊我们甚至是对一个花的这种不同的视角和看法 我觉得特别好 如果阅读的话 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功力 你就是有一个种花的感觉 这个种子搁在土壤里它总会发芽 在阅读当中我觉得班级阅读也是这样 老师不要功力 老师不要说我们读完一本书 马上就写读书笔记 我们马上就要做一个 一干净也能够看到的东西 不要这样的 孩子吸收一个东西 它是慢慢的 继续和沉淀 对 它可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是一点一点地渗透的 而且有的孩子更慢 他可能不善于表达 也不善于表演 他可能就是更是藏在心里面 但是这种更加内向的孩子 你会发现阅读更成为他的内动力 他就有机会去接触这么好的东西 就弥补了他 就是内向与外界交流不够的 这样一个缺陷了 他给我们身心带来的这种益处 非常的深远 所以家长不要着急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说 现在孩子已经六七岁了 是不是我现在开始已经晚了 其实任何时候都不晚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更好的时间可能就是在现在 这个小种子种下去之后 不要觉得哪一天它一定会开花 也许它就是一片绿音 那也一样的美好 爸爸妈妈这样做 五步让孩子爱上阅读 良好的阅读习惯 是孩子一生的财富 爸爸妈妈如何引领孩子 进入书中奇妙的世界 让他爱上阅读呢 第一步 父母言传身教 只知道玩手机的妈妈 和从不看书的爸爸 怎么培养一个按阅读的孩子呢 打开书本 和宝贝一起读书吧 第二步 打造阅读空间 给孩子准备专门的书架 足够多的书 甚至可以给他打造一个 专属的读书脚 宝贝一定会特别喜欢 第三步 一起分享收获 亲自阅读后 和孩子一起分享一下 读书的收获和快乐 譬如 这个故事好不好玩 你最喜欢书里的谁等等 第四步 拓展阅读体验 比如说 可以演一下绘本剧 爸爸 妈妈 孩子 分别饰演不同的角色 这么好玩的阅读体验 孩子怎么会不喜欢呢 第五步 自己创作绘本 在孩子阅读完之后 爸爸妈妈可以鼓励引导他 创作属于自己的小绘本 去写故事 或者再创作新故事 宝贝一定会成就感满满 做好这几步 相信您的孩子 一定会爱上阅读 看会本听故事 让我们在中国最美故事会 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在我国古代战争中 有许多的兵法谋略 著名的有36计 这些计谋 都是根据我国古代军事思想 和丰富的战争经验 总结而成的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那今天呢 就让我们通过绘本故事 来了解其中的一个计谋 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呢 叫做 声东击西 那这本书啊 选自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 36G绘本系列 这套系列绘本呢 采用中国传统的皮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呢 来演绎经典的历史故事 好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声东击西 东汉末年 有一位叫袁绍的英雄 他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方 可他并不满足 还想占领黄河以南的地方 管理黄河以南的英雄叫曹操 他知道袁绍想来抢自己的地盘 就带着大军驻扎在黄河岸边 日夜防守 而且曹操还派了一位叫流延的将军 去守卫最有可能被攻打的白马城 果然没过多久 袁绍就派了一位叫延梁的大将军 去攻打白马城 刘延收到延梁来犯的消息 赶紧下令紧闭城门 并派出信使向曹操求救 信使刚走 延梁就带着军队包围了白马城 听到这个消息 曹操心急如焚 准备立刻率军前去解围 曹操的谋士寻忧说 哦 主公莫己 我有一计可以解救白马城 什么妙计 先生请讲 曹操连忙问 请主公命人放出假消息 说我军要从严金渡河去攻打袁绍的后方 再做出渡河的样子吸引袁绍带兵去严金 主公方可悄悄领兵去解救白马城 好计策 我们就这么办 曹操拍手称赞 立即命人四处散布消息 然后大张旗鼓的率军向严金进发 得知曹操要渡河的消息 袁绍赶紧带兵马赶到严金 准备与河对岸的曹操一决高下 曹操见袁绍已经中计 便命一部分士兵留在河边 继续迷惑袁绍 自己则率领事先清点好的精兵 悄悄离开严金 日夜不停地赶往白马城 严良听说曹操正率军向白马城奔来 大吃一惊 连忙集结军队迎接曹军 可还没等他排兵布阵 就见一只骑兵飞奔而来 这是曹操派来的前锋部队 前面骑着赤兔马 手握青龙燕月刀的大将 就是没名远扬的关羽 毫无准备的严良一时慌了手脚 关羽举起青龙燕月刀 一刀下去 严良就被斩下了马 严良的军队失去了首领 就像一盘散沙 很快就被曹军杀得四处逃散 就这样 曹操用声东击西之计 解了白马之围 原来曹操表面上宣称 要打袁绍的后方 让敌人产生了错觉 而实际上却是去另一头 解救被围困的白马城 曹操这招声东击西的计谋 可真是厉害 在三十六级当中除了声东击西 还有许多了不起的功法谋略 小朋友们你还知道有哪些吗 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给大家讲讲 好了我们今天的绘本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绘本听故事 请多多关注我们的中国最美故事会 在这里我们和大家分享更多优秀的中国原创绘本 让我们在中国故事中品味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之美 领悟中国智慧 罗伯回来了 雪这么大 天气这么冷 地里山上都该买了雪 哇 下雪了 我的肚子熬得咕咕叫 出来找点东西吃吧 哇 又大又拔的萝卜 雪这么大 天这么冷 小驴在家一定也好饿 我要去和他一起吃 嗯 嗯 小驴不在家 嗯 我是小的 把大的留给小驴吧 我的肚子痿痿痿痿痿痿 穿少点东西吃 嗯 哇 又像热田的白鼠 雪这么大 天这么冷 小驴在家里 晕晶也很饿 我要去和它一起吃 咦 怎么有个大萝卜 哦 我知道了 明天少朋友送来的 把萝卜也带去和小羊一起吃吧 小羊不在见 把萝卜留给小羊吃吧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出去找点东西吃 哇 又大又嫩的白菜 雪这么大 天气这么冷 小鹿在家一定也很饿 我要去和它一起吃 咦 怎么有个大萝卜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好朋友送来的 把萝卜也带去和小鹿一起吃吧 小鹿不在家 我把萝卜留给小鹿吃吧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出来找点东西吃 哇 又脆又甜的青菜 雪那么大 天气这么冷 小兔在家一定也很饿 小兔在家一定也很饿 我要去和它一起吃 咦 怎么有个大萝卜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好朋友送来的 把萝卜也带去和小兔一起吃吧 咦 小兔家的门是开着的 哦 噓 小兔在睡觉 不能吵醒它 我把萝卜放到桌上 早就醒来就可以吃了 咦 这不是我的萝卜吗 我的萝卜怎么又回来了呢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朋友们又来送给我吃的 把小伙伴们也带来一起吃萝卜吧 小伙伴们 过来吃萝卜吧 咧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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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小朋友们的作品之后呢 让我们跟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一起走进和平出版社 画家弯弯正在那里等待着小朋友们 看一看今天她会带领小朋友们 进行什么样的美术创意活动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和平出版社已经有了近40年的历史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做中国原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我们一本图画书 叫做《别让太阳掉下来》 这本书获了很多很多国内外的奖项 这么多的产品里面都收到了 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喜欢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青年画家弯弯 来领域一下回乡下的故事 同时和她一起开始一场创意的手工活动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弯弯 是这本《回乡下》的作者 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中国和平出版社 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做创意手工 今天我带来了一张画 你们来看看这张画跟普通的画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张画是有毛线织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做的戳戳秀 它和这个《回乡下》里面这张画 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故事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看大人们都给爷爷奶奶准备了礼物 然后她就想我送什么给爷爷奶奶好呢 她用一路上摘的野菊花 还有她的堂哥们摘的红果子 穿成了一个花环送给爷爷奶奶 那我们今天呢 我也做了一个花环 但是只做了一半 今天我就教大家这个戳戳秀 是怎么制作的 好不好 好 今天我带来了三张图案 知道它是出自在哪里吗 哪本书 别让它一张掉下来 对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来戳这三个图案 你们可以挑一挑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学校笔 可以画到我们的画框上面 开始吧 大家是不是都画好了呢 是 嗯 画得真棒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戳了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戳戳秀的工具 然后这个是戳针 这个是引线器 穿毛线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地档 然后怎么穿线呢 我们用引线器 从这个针的口穿过去 一直穿过整个戳针 就像穿针一样 我们把毛线从这里穿过去 拉出来要多拉一点啊 不然它就跑掉了 然后我们一直慢慢地 把它拉出来 是不是 它就穿出来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引线器就可以拿掉了 我们可以 需要用到它 然后在这里 我们这个毛线戳的时候 不要留太长 两三厘米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戳了 我的这个随便做下示范 我们正面戳 对不对 留下一个小线圈 嗯 然后在背面呢 是留下了一个小尾巴 接下来戳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洞朝前走 然后挨着这个边 空一个两三个小格 然后再戳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两个小毛圈 对不对 然后我们开始把毛线 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 把它穿上去吧 我们可以从背面 如果你只想要一个小毛圈 我们从背面戳它 是不是 出现了一个眼睛 然后 我们就可以从背面把它剪断 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有了 可以换颜色了 对不对 眼睛出来了 来一个白色的眼圈吧 好不好 来 拔出来的时候也稍微慢一点 不要力气太重 就快完成了 好了 今天小朋友们的作品已经完成了 非常棒 然后我们看看第一张是 藤一样小朋友的 戳出了一个很有艺术感的云朵 这只牛的腿戳得很粗壮 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再来看看瑞亚小朋友的 它的颜色很漂亮对不对 颜色也有换哦 跟原图有一点区别 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很棒 太阳还用了两种渐变的颜色 很好看 我很有艺术感哦 我看看 有彩色的五彩的云朵 还有一个火红的太阳 好像还散发着火焰 对不对 还有 对这还有一个小云朵 还有一只五彩的鸟 是不是 特别好看 今天小朋友都很有耐心 能完成这么难的一件作品 很不容易了 好了 今天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 也希望小朋友们 能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 做这样的创作活动 好了 跟大家拜拜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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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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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